过去十二年我就看到 在过去十二年成长的年轻人 除了我们的教育制度出了问题之外 我们很多反对派的立法会议员 他自己的行为举止 甚至他因为自己是立法会议员的身份的影响力 在互联网推广的这些港独自决 或者是用一些不文明的手法 去表达他自己的政治理念 对年轻人是有莫大心愿的负面影响 很多很多的拨款和议案 都是民生重大的议题 大家都很希望尽快通过 而他们因为只是沉迷于拉布 瘫痪这些伎俩 是损害了香港很多人的利益 和老百姓的议案被拖延有很多很多 曾经试过很多老百姓在今年疫情当中 希望派一万元 他们仍然是要反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